如果政府或者其他团体来影响中华奥会的时候 一照现章它是有停权的这一个条文 一照现章它是有停权的这一个条文 16号国际奥会也有来函 来关切我们整个公投的程序 这些其实他们对国际奥会对于整个证明公投的事情 我想是非常有一个关心 那么如果用27条就是国际奥会的27条 那么这里面也有提到 这个如果这个政府或者其他团体 那么来影响中华奥会的时候 那么一照现章它是有这个停权的这一个条文 既然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中华奥会的立场也必须让我们体育界 我们的选手我们的教练能够清楚明白的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